大家好,我是红九 有一位大哥问我说 这个干农业怎么能有更好的收入 再一个就是种桃树 怎样才有发展 咱们发展的前提是想想投入 初步的投入是什么 选择是什么 在于桃树品种来说 只要当地能适应种植 我感觉哪个品种都是好品种 热呀,太热了 现在咱们对这个樱桃树 进行剪枝 如果是打算做农业 你是打算从哪儿投入 传统做农业种植桃子 大多数都是 别人家种什么我就种什么 苗铺里面推什么我就种什么 然后呢,就是跟风 比较严重 但跟风是有风险的 就说这个黄金蜜系的桃子 还有中桃系的桃子 中油系的桃子 其实在我们北方 还是不太抗寒的 中桃九 早在2018年 在我们这儿就已经很普遍了 跟风式的种植 种植的面积非常大 三年一结会儿 桃树全树流胶 这就是品种适应能力太差了 果子呢 是硬溶制的果子 现在就是六月底七十出生猪 是硬溶制的一个果子 放多久太不软 甘甜的 但是遇到余睡以后 这个果子通过余睡冲刷了 特别的难吃 视频看到这儿 种中桃酒采坑的 有多少 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想法 这些呢 都是对以后种植桃树的 或者一些果农吧 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们北方奈地湾 零下十三度 基本上就要受到冻海 树的北侧全树冻海 有些品种确实 它就不看寒 不看烙 一下雨黄叶了 黄金蜜蜥的桃子 在我们北方也是 容易出现黄化 果子出现大小果不一 也就是有这种姜果的现象 我不知道在河南 推出品种的这些地方 有没有出现姜果的现象 冻海 其实也是冻花的现象 近期我刷视频 我看到啊 一个金凤改那么多名字干嘛呢 为什么会那么多名呢 我在这呢 我不是说刻意的去针对 某一个品种 每个品种都是好品种 但是必须要适应当地种植 这是首选 英特尔也好 就是桃子也好 然后你再去选择一个适当的品种 一定要慎重选择 这是初期 这只是刚刚卖布 如果你布子卖错了 终究都是错 你怎么挣钱呢 你拿什么挣钱呢 种好树以后呢 再就是管理了 大多数的果园都亏在人工 都亏在人工 让我去好多果园去指导 我看到的就是人工 工人是拿工资干活的 按小时来干活的 但是有好多 对于这个树呢 他确实也不是很了解 即使了解的 就像我现在 剪咱们这个英特尔树 去年冬天 咱们接受英特尔树以后呢 到现在一直这么管着 这么热 咱们也要来干活 因为工人踩坑这块 有多少呢 这个问题在评论区踩坑的 也可以留言 告诉大家 工人在哪一块踩坑了 以后呢 这都是弊端 我还是希望大家 在我的评论区呢 多留言 就想说什么 咱们就说 畅所欲言 好种果树 其实没有什么对错 你包括咱们修剪 只不过你剪完了以后呢 他那个花芽差点 花芽好点 不能选优 不能做到更优 这就是区别 没有什么对错 做农业本身就没有门槛 可想而知 谁都可以干 单位成年都可以干 但问题是什么 能不能把它干好 你有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投入 有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再加上年龄 是不是还有时间 这是问题 好多朋友问我说 我的发展是什么 转向设施农业 再一个就是转向有机农业 今年咱们那个有机桃子呢 销售价格在12块钱一斤 然后比咱们通常的这些精品果 就不是有机的精品果 外观呢 还不好看 但生生的 它特别的受欢迎 回购率呢 特别高 果子根本就不够慢 有机农业呢 是以后的趋势 还有就是设施农业 今年咱们这个彭特樱头呢 就是采摘 采摘是不允许吃的 你想吃 你买一斤 然后你自己去尝 好吃你再买 并不是说你来了以后 你自己就随便吃 你吃一斤 然后带走一斤吗 不是的 就是老板规定的这个制度模式呢 比较严格 同时呢 能接受的 真正想品尝的 它确实 它可以来消费 这就是不品尝的 好多人也是 我尝完我走了 这亏空在哪呢 全亏在老板这儿 这是冷棚 五一成熟 销售价格在70块钱一斤 一号开圆 五号 然后就停了 没了 回购率也特别高 做设施农业并不难 只是咱们要卖出这一步 我建议啊 就想投资的老板 你可以搞这个设施农业 大概就是五月份温度达到28度 30度以下 是可以适应种植暖棚冷棚的 如果有五月份就高30度了 我就不建议再做这个冷棚暖棚 可以做碧玉棚 樱桃树它是需要有虚能量的 南方好多地方也不太适合种植 只能说在北方在温度偏低的地方 它需要有虚能量 但是桃子呢 桃子不做设施农业 然后你就做有机农业 不要去跟他们跟风似的 他们喷多少做你们也喷 他们划控你也划控 说实话 在咱们推出的部分桃子根本就不去划控 划控过的桃子口感是相当差的 你如果要想客商收购 咱们可以划控 因为桃子划控以后呢 它的采收期可以延长 果子品质比较硬 个大 对消费者来说 我打心里面就感觉费欠的 这种果子拿出去让大家吃 不好意思了都 咱们既然做呢 你就把它做好 如果也是说年纪偏大一点的 就是我还想种桃子 怎么种呢 你就选择这个不需要套袋的 不需要解袋的一些品种 种呢是比较省事的 果子如果套复合纸的果袋呢 它成熟期比较短 成熟的也比较快 就像今年我们这黄金米一号 刚刚开始采摘三天 已经软了三分之一了 也许和土壤气候有极大的关系 也许这个品种就是在北方不适合 如果北方想种植桃树的 可以选择北方的苗木 对南方的苗木呢 没有在这种低温下去 试验过去生长过 你想可想而知 它来北方以后可能就不适应了 需要经过培育经过试验经过种植 如果打算选择品种的 观看它那个树必须要三年以上 如果低于三年的 小龙树结的果子 不要去认识 可能以后就要采坑了 小龙树结出来的果子呢 它这个品质并没有保障 今年这样明年可能又改变了 所以品质呢达不到最佳 同时呢也可能表露不出来它的缺点 我们这也有苗木 好多大哥问我说 嗯我打算种桃树 我第一句话不是问说你种什么品种 我先说你们那儿 梅雨季节在什么时候 一定要避开梅雨季节 现在我们这儿连续一直下雨 咱就不说干活干不了了 你就真正果子成熟了 一直下雨你能采收吗 就像上期视频说的 说费就费了 招商的品种那么多 三四十个呢 每个品种它推荐的都很好 你可能会迷惘 大家先不要着急 然后去现在就下定论 你可能下一个品种又喜欢了 再下一个品种又喜欢了 一个品种五亩地 最多十亩地 看咱们工作量 人工的工作量来考虑 有机农业呢 也是以后的趋势 再一个就是摄氏农业 摄氏农业呢 避开好多风险 桃树现在捡嘛 千万不要捡 现在捡了全部爆芽子 没有明显的花了 即使旺涨了咱们也不捡了 捡是最错误的 起码它旺涨的 能影响那个不旺涨的画一封画 你现在如果捡了旺的 剩下那个不旺的 它也爆芽了 你树上还有枝吗 没有了 所以下期呢 大家如果想看樱桃 这个修剪了 咱们就拍一期 因为明天呢 再剪一天 基本上就剪完了 如果不看呢 咱们就还继续拍这个桃树 跟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桃树现在修剪有什么弊端 很大的弊端 不要盲目的再去下剪刀了